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出门之前呢,再给大家看几株兰花吧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因为这几株兰花呢 恰恰就在我走之前呢,打开 两株蝴蝶兰呢 都是今天刚开 这一株是昨天开的 这个呢,是今天早上 刚刚打开的 这一棵呢,是我在2月份的兰展买的 之前呢,开过一次花 但是没有这次开的这么美 这是Photonopsis venosa 原生的蝴蝶兰 它上次开花的时候呢 颜色比这个 略深一点,有一点发棕色 这次的颜色呢,非常的鲜红 我觉得非常好看 而且它很香 这几个月以来呢,它在我手里长得不错 根呢,长得很好 叶子也非常健康 旁边的这一株呢,就是非常著名的 Terraspis C1 这是它到我手里的第一朵花 三片鲜红的花瓣 两片洁白的花瓣 很美啊 有一点遗憾 它之前呢,有三个花苞 结果呢,掉了两个 只开了这一朵 不过在我走的这一天开呢 我已经觉得非常开心了 早上的阳光呢,太强 看不太清楚它的花的模样 相当的迷人可爱 叶花兰也开了 像是小小的昆虫 昆虫 我这么看呢,又觉得有点像企鹅 不太能看清楚 这个有没有像一只企鹅的样子啊 它的名字呢,是Plerosellus stricta 而这一株呢,是一个半月前 两个月左右呢,从温哥华订的兰花 Catclia Leafhopper Catcliana 现在呢 开了几朵花 花朵呢,不算大 直径差不多是五厘米的模样 蜡质的花瓣很厚 浅绿色的花瓣 鲜艳的红唇 玫瑰色的红唇 它是卡特兰和维柱兰的杂交品种 一个花之上呢,有四五朵花 现在呢,只零星开了几朵 假如都开的话呢,应该是相当好看 你看,这个也快开了 这只上也开了一朵 它们呢,就一直在我院子里的花架上 一周两次浇水 用水龙头浇 长得非常好,非常健康 最后呢,看一下我的沙漠玫瑰吧 我在一个多月前呢 给它换了盆 换成这个大大的桃盆 然后呢,下面还种了一点 小植物 这些呢,是在我花园里挖的 它们现在看起来呢,有一点发挥 好像是死掉了 其实没有 一浇水呢,就会变得翠绿 非常的好看 沙漠玫瑰呢,我是去年秋天买的 现在终于要开花了 这是在我手里呢,第一次要开花 我以为出门前能看到花 但是看起来呢 可能还要过一两天才有机会看花 不过整个夏天我相信沙漠玫瑰呢 都能开花 我相信一个多月我回来以后呢 应该还是有花看的 沙漠玫瑰呢,自从搬到院子里以后呢 就开始长花苞 它们需要相当强的光照 否则的话呢,很难开花 叶子也长不好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呢 我相信它们的花呢 可以持续不断的开到秋天 这就是我出门前的最后一个video了 祝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夏天 谢谢